这是一场寿宴招标大会 各家菜馆纷纷自卖自夸 可唯有一个人吹得清新脱俗 贺一堂坚信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果然凭着三寸不烂之舌 成功入围候选名单 到了晚上就做起了美梦 贺一堂等副集要将梦想照进现实 大清早看到一只喜鹊 就舔着脸再次登门 果然管家爽快答应了 但问题来了 管家要求试菜 可他这掌柜却是冒充的 于是只能忽悠陈淮海 拿到临时掌柜权限 陈淮海也很给面子 管家试完菜非常满意 很快就交了定金 贺一堂总算硬气了 满面红光前来邀功 可陈淮海看着小目标 却有些不可思议 非得问个明白 他叫郭忽悠达 他叫郭什么来着 反正姓郭 跟我耍心眼 姓郭叫郭老 俩字 五 你能不能一口气给我端出来 郭老五 是那个大汉奸 郭老五吗 谜底终于揭开 但剧本跟贺一堂想象的不一样 听到汉奸的名字 陈淮海立马火气上头 咱爷们能给他助寿吗 给他助寿 咱爷们短寿 可在贺一堂眼里 就是单纯的做买卖赚钱 日本人 赚咱们的钱 那郭老五赚日本人的钱 那咱们再把钱 从郭老五那赚回来 这不挺好吗 陈淮海斩钉截铁 吹胡子瞪眼 死活不答应 贺一堂憋得面色铁青 觉得无处说理 终于矛盾彻底爆发 既然都说不明白 那咱还在一锅里混什么呀 散伙得了 散伙就散伙 贺一堂提着行李走了 回头望了望老酒馆 逐渐消失在人群中 但老酒馆却迎来了 一个连环杀人犯 一辆马车停在门前 车上装满了大将缸 大将给您送来了 什么大将啊 你要的大将啊 好被往家送的 千万说好 大将缸抬进酒窖 一转眼就炸的满屋都是 陈淮海寻着脚印过去 突然被吓了一跳 老北风杀了六个鬼子 上了头版头条 本想来看看妹夫就走 但陈淮海说什么都不同意 立刻召集兄弟开会 把他留在老酒馆 又找来最信任的吕大夫 帮他治伤 可接下来 老酒馆经常出现陌生人 大街上也多了很多警察 陈淮海正心神不宁 突然撞到一个算命瞎子 摸了摸他的手 表情严肃 异常神秘 陈淮海一律重重 因为算命瞎子是故意撞到他 而就在这时 老北风也有些奇怪 说好的先养好伤 却突然要走 从后院到厨房 又从一楼到二楼 陈淮海仔仔细细观察每一个人 但却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正琢磨老北风的话 算命瞎子再次出现 傻气腾腾 之冲酒消 无数决断 毁之万一 老北风已经病入膏肓 药铺诊所也被盯上了 吕大夫被吓破了胆 留下一包药 便回了山东老家 陈淮海正想办法买药 却不知道 在大将刚进门之前 就已经被官爷盯上了 回到酒馆 见官爷正在搜查 陈淮海立马慌的一批 酒楼后院很快就搜完了 只剩下酒窖上着锁 官爷静静的看着他们表演 三爷缓过神来 赶紧接话 昨天 你把钥匙拿走了 陈淮海紧张到了顶点 一边急速思考 一边摸了下裤兜 磨磨蹭蹭掏出一把钥匙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官爷却突然不查了 陈掌柜啊 你去大虹桥看见三具尸体 那哪敢看见 吓死人了 开管子的 杀鸡宰猪见血的事多着呢 可是我没把那个死猪死鸡什么的 挂起了我 没事啊 还是去看看 其实啊 查也没关系 因为三爷提前收到三命瞎子传递的消息 已经把老宝贝转移了 但却没想到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一个包袱突然落在身后 一抬头却不见人影 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药材 陈怀海以为是吕大夫给的 还在忙着高兴 老北风却告诉他一个秘密 自从他逃出监狱 总觉得有人跟着他 但始终不下手 这些药很可能就是仇家送的 陈怀海追回莫及 慌了神 陈怀海给他换了套一模一样的衣服 正准备喝顿壮行酒 却被官爷拦在大堂 与此同时 酒窖里 老北风被神秘人一掌拍在背上 口吐鲜血摔倒在地 神秘的算命瞎子 突然出现的药包 背后的一掌 还有官爷古怪的话 接连发生的怪事 让陈怀海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大将车再次出现 官爷迎面过来 像是早有预料 给老酒馆陈展柜烧画 天热 小心着大将 坏了掌区 虚了日本人 可就麻烦了 大将刚上了车 陈怀海跟车夫小心交代完 又来叮嘱兄弟们 万一有了闪失 大家各奔东西 千万别再回来 但三爷早已备好了韭菜 一大响手雷沉甸甸 叫一声兄弟 金不换 就在兄弟们准备鱼丝网破之时 官爷已经察觉不妙 追上了大将车 你给我听清楚啊 这就按照我说的路走 往北走 穿过楼锅巷 上了四腿桥 下桥又转 直走 不到二里地 前面有一片树林 正说着呢 忽然出现一队日本警察 官爷赶紧挤出笑脸 装作若无其事 打招呼 但是悬着的心还没落地 鬼子却突然回来了 二话不说 跳上马车挨个茶 举起刺刀就往缸里刺 官爷没想到老北风竟然不在车上 顿时松了一口气 更没注意到 身后有个算命瞎子悄悄的走了 三杯酒下肚 终于真相大白 马车只是个吸引眼球的幌子 因为腿上有伤 老北风扮成了算命瞎子 没人查就坐车 有人查就知他是算命 老北风背后的一掌 就是算命瞎子给的 他一再提醒陈怀海 就是想知道老北风藏在哪 好借机报仇 官爷搜查老酒馆 三爷被迫转移老北风 这才找到了酒窖 但因为老北风杀了六个鬼子 他最终改变了主意 至于那包药材嘛 想来想去 只有官爷能躲过鬼子搜查 老北风终于顺利出城 但好汉街又迎来了一位话题人物 欢迎关注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再说